我希望我所有的项目跟时代有关系的 或者时代的欲望有关系的 它更多的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的 我们大概14年15年的时候开始 所以现在差不多是八年多的时间 因为过去做的改造时内相对比较多 那我们目前的阶段来说 可能更多关注这个建筑类型的一个 当地建筑类型的一个项目 对我来说更感兴趣的是小的空间 小空间它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大空间的时候的一个消极的选项 它是一种它有自己的魅力或者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茶室是比较极致的 就是在这个小空间里面 产生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另外一个联合联的关系的一个机器 或者容器一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城市空间当中 小空间的功能是什么 或者它可以承担的力量是什么 这个是我觉得我就感兴趣的一个事情 大的尺度的建筑或者空间 小尺度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因为人的尺度是没有变嘛 我觉得建筑设计或者建局不一定是要建房子的 它是一套思维模式 平时我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去什么地方旅游 我觉得这些都是建局 对我来说没有建筑就看不到时代的 就是类似我眼睛不好 我戴隐形眼镜 所以没有隐形眼镜的时候 就是几乎都是一个外面都是模糊的 就是建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看时代的 或者看世界的一种眼镜一样的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从建筑的思维方式 思考程序 思考景观 思考家具 其实都是人的生活有关的一个产品的设计 或者空间的设计 所以这个其实本来是 我觉得没有界限的 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大 邻居的概念或者附近的概念慢慢消失 附近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重新被重视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日本的很多建筑师的新的作品当中 户外的空间非常被重视 就是因为也是这些疫情的原因 但我觉得设计师要考虑的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特别敏感地关注这个变化 抓住它 然后自己的方式来理解 然后把它翻译成实际的空间 所以不确定性的时代 其实对设计师来说 还是更多有责任的一个时代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设计不是说我自己的表达 更多的是社会现在 或者时代现在需要的东西 就是经过我的思考出来的一个感觉 虽然我们做很多项目 然后很多类型 其实风格有一些项目也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 就比较核心的一个地方了 我叫郭思琪 然后我在这边已经工作了一年半了 现在第四年了 乱下工作了七个月 然后我在这边实习五个月了 就我之前了解千尔老师更多是通过他的作品吧 因为他的作品就很有包容性 他是比较灵活的人 在这个工作时有很多书画 日本的书 还有中文的书 有很难的书 他的研究比我们多了很多 在我意料之外的一点是他非常的设口 就是除了工作他其他事情都不太会说话的那种 还是非常暖心 然后被关心到 我觉得挺好的 哈哈哈